習近平顯然鐵了心繼續清零 他的動態清零跟維穩看起來幾乎只有一線之間 難道習近平真的感覺到自己政權不保嗎 對 沒有錯 那麼你要知道譚德塞一向不是跟這個習近平非常好嗎 結果沒想到連譚德塞都突然叮中國 認為他這個所謂動態清零 對經濟還是對這個疫情不會有幫助 會反而會更糟糕啊 結果沒想到連譚德塞都被這個中國的官媒叮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好 再講另外一個人 胡錦濤前環球時報總編輯對共產黨夠忠心了吧 結果沒想到他也出來批評有關於 這個所謂動態清零的政策是否要調整等等 馬上被微博咔 這個文章沒多久就不見了 就三文就不見了等等 然後你就知道動態清零這四個字 現在成了習近平的代言詞 但問題是5月5號中共中常委的會議 中共這個常委會議在非例行性的情況下召開 這有什麼特別 如果你是非例行性的情況下召開就表示 有什麼事情 重要事情要非討論不可 所以當時大家都猜 可能跟這個所謂習近平的動態清零的政策 跟這個所謂的經濟問題 尤其是上海封城的已經到了一個半月以上了 對經濟的傷害非常大 因為上海是全世界最大的貨櫃吞吐港 對中國的這個GDP 非戰有很大的這個得比例 那麼是不是要集思廣義 還是有人跟習近平的意見分歧 那麼另外就是有人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會議了以後新華社發了一篇稿子 稿子有什麼不一樣的新聞稿報導 他只提到一次習近平跟各位說有什麼差別 你知道最多他們統計過 在同一篇稿子裡面提到習近平的次數是32次 也就是說習近平的社會主義什麼 習近平什麼 反正就拍馬屁的嘛 反正官媒就拍馬屁 這個央視 新華社 人民日報反正就是拍馬屁 所以習近平要提到很多次 竟然只提到一次 所以人家就會認為說 哎呦 會不會是有什麼問題出來啊 然後呢又有這個因為海外一些中國的異議分子啊 他們就會開始透過各式各樣的這個情報 哎不要以為他們的情報都是故意造謠啊 有的時候確實有一些可以參考的地方 那有人就提出來了 會不會是習近平啊 有可能有遭到軟性政變的可能 當然這個前提是這個 他們去猜疑很多東西 大膽假設很多東西啦 會不會有人要倒席啊 那麼他們指出來的人倒席 當然這個夢幻名單啊 為什麼 說是之前的領導人胡錦濤主導 好 聯手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就是江澤民的人馬 那由王岐山來架空習近平的這個權力 當然這個夢幻名單講的實在是太可怕了一點 這個消息在海外放出去了以後 馬上中共進行反應 他們反應的方式不是出來說 沒有政變 沒有政變 不是的 他用行動來證明什麼呢 他的黨媒立刻高調高調 幹什麼 做什麼事呢 把習近平的活動 習近平的名字大舉的弄出來 比如說央視就一口氣 六分鐘的影帶就出來了 六分鐘的影帶 明明就沒有什麼 見德國總理那能有什麼東西嘛 但感覺做了六分鐘 就讓習近平一直在電視上這樣出現 然後再度堅持動態清零 而且我跟你講 剛剛說的 包括胡錦 包括這個等於說胡錫進 包括譚德塞 都說這個動態清零是否要調整對不對 馬上被K了嘛 習近平這次的動態清零 直接把二十大維穩光榮全部畫上等號 也就是說誰如果不堅持動態清零 誰就是跟二十大過不去 就是跟國家過不去 你知道嗎 當他把他畫上等號以後 你還敢站出來批評嗎 你還敢穿著說 這樣不對 而且在批評你是資本主義的走走 馬上就把一個高帽子戴上去以後 是美國的反動分子 馬上說有人要聯手美國 試圖壓垮習近平的政權 都是用這種方式在你身上加帽子加帽子加帽子 可是說來很諷刺 為什麼 因為如果要真的就習近平的話呢 那習近平現在是面臨什麼 疫情嘛 疫情啊 然後現在上海經濟有一塌糊塗嘛 只有一個辦法 也就是如果 如果美國現在因為通膨很嚴重 拜登把這個高關稅取消馬上救了他 現在有人發現 那麼在坦克的部分呢 跟裝甲車的部分進到北京 當時上海要開始這個等於封城的時候 也有坦克進到這個上海啊 所以引發這種彩色說 你這邊來的幹 那麼多人幹什麼 還有六萬多名的武警進駐 這畫面看起來是很輕鬆的 蠻可怕的 為什麼 因為北京城裡面是很少坦克進駐的 你還有六萬的武警幹嘛進來呢 你竟然有讓人家聯想到是不是怕不穩啊 現在就有人說 是不是李克強他即將借滿啊 是不是李克強想借最後的這個時間 你不要忘記 當年其實胡錦濤最青睞的人 不是習近平 是李克強 所以有沒有可能李克強借最後的時間 進行他人生最後的放手一搏啊 這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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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